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點遠 今日呢是我們的中秋節 而中秋節不免俗的 就是要有一群朋友 吃烤肉 喝喝酒 吃個月餅 這個中秋才算是真的圓滿 愛與疫情的關係真的沒辦法 就一頭那個朋友來去吃烤肉 不然水兔預計想揪個兩大拖 來去跟那些朋友們聚餐吃飯 最近那個DELTA真的會讓我有點怕怕的 不敢亂找朋友 擔心著到最後我們一起中獎該怎麼辦 覺得還沒有打疫苗啊 而在這個狀況下呢 我就想到我一個老朋友 那就是我們的水彩油 已經有段時間沒有吃到他們的肉了 而每逢家節 咱們的中秋節 我就會想到水彩油他們的肉真的很好吃 還有他們的海鮮也真的非常好吃 水兔就LINE他們說 請問這次的中秋節 我可以跟你們訂邊緣人烤肉組嗎 就只能當邊緣人了 立馬就寄送了 一箱給雪兔 講是一箱啦 但事實上他寄了兩箱 我跟他們講說 不僅是邊緣人的兩人套組 我想要再加訂說 你們前五大家都愛訂的 愛吃的品項 而我呢 就在這一個空間裡面 度過一個人的中秋節 這次的疫情 真的是讓雪兔心中無限感慨啊 廢話不多說我們來處理一下食材吧 在這邊呢 雪兔已經有先拿了一些 來退冰了 退冰了一些些 我看了一下這裡面的數量呢 我認為就差不多了 首先呢是咱們的櫻桃鴨肉串 還有這個 牛雪花肉片 梅花肉片 豬跟牛這必要的好不好 松板豬 貝利骰子牛 以及我們的 超級超級超級好吃的 干貝 我只能說他們家的干貝真的非常好吃 每一次 我不管點什麼櫻桃 我一定會有干貝 這麼多的肉品呢 我們還是要顧及一下健康啦 有附贈那個花椰菜組 好不好 花椰菜好家 這一些應該足夠雪兔吃飽了吧 我覺得很多耶 一個人吃的話 可是不用擔心 這是雪兔的第一餐 我今天還沒吃 都已經可以看到越圓的樣子了 任何的東西我都沒吃 就是為了這一餐好嗎 我把整日的熱量都在這裡啦 還有一些其他的海鮮品項 我把它放在這邊 還有雞肉啊 還有花枝 假設雪兔真的這麼大胃王的話 晚點我就會再退冰那些東西啦 現在呢 先把這些肉品 拆開來 再更完整的退冰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蠻好的耶 現在在用火 然後你想要讓它火小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調節一下它這個火力 調節完火力 不想要再用火了 你就把它給全部遮起來 這是放在 所以它是這樣子放 登登 好久沒有用這個鐵盤了 我要把這個鐵盤拿去洗一下 好 好了 那基本上呢 是全部雪兔都弄弄好了 現在盤子呢 正在預熱當中 所有的食材呢 都退冰完 擺完盤了 上游的話 它有附贈奶油 雪兔會直接把奶油整塊都放下去 醬料部分呢 它給了這三個 韓風辣醬 蜜船味噌醬 以及最後的和風水果醬 這三種 剛好這邊有一個三格盤 所以我就打算把這三個 全部都用上去了 第一次用這三個醬料耶 之前他們都是給鹽巴而已 我量不要用太多 用一些就好 光是看到這一些肉品 其實我真的是 胃口大開耶 啊對齁 我還要自己拿一個盤子 我都忘記了 首先呢 要先奶油 直接整塊丟進去 有聽到這個聲音了沒有 首先第一個品項 我要吃的是 鬆板 我這邊沒有想要去管說 吃的順序為何 我現在是想要吃看看這個鬆板豬 盤子的話 你只要稍微 上面有一層油就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沾板的話 也不用擔心 你輕輕刷就可以刷得掉 不要用夾子一直在刮 這個烤盤 它刮花 瘋子好餓 一個人吃烤肉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我開始在思索的 自己是不是真的應該要來去 用一個 鹽巴啊 胡椒鹽啊 放在旁邊 第一次吃水產幼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在中秋節時期 一到這個節日 你就很想吃烤肉 當初拍攝的時候 然後還有跟這個邦尼一起吃 那現在 這就我了 也不是這麼的可憐啦 再來的中秋節是跟老皮他們一起吃 這幾年的中秋節我好像沒什麼太多的印象耶 去年也有可能有一點疫情的影響也沒吃吧 豬肉的部分一定要全熟喔 豬肉不能吃什麼九分熟啊八分熟沒有 最棒的狀態就是雙面金黃微焦 這裡也是呼籲大家退冰一定要退的完全 不然的話 你這個肉很容易 可能外表都已經焦到了 然後裡面還是生的 吃燒肉應該要配啤酒啊 我忘記去買酒了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東西 美昭健康綠茶 我沒有公商 不好意思 我單純是喜歡喝美昭啦 雪兔個人是不喜歡喝一些含糖的飲料 這些都已經熟了 可以吃了 我先吃原味的 油脂真的很多耶 再怎樣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太美味了吧 這次雪兔要沾一下 他們三種醬料的水果 水果醬料其實滿解膩的耶 它酸度其實很低 因為它很清爽 帶點甜味 甘甜味 那味噌耶 味噌超好吃 就這個味道它真的是蜜製味噌醬耶 不會是你們所想像的那種味噌味 跟煮湯的那種味噌味 截然不同 我還沒吃之前我會覺得說 味噌醬會不會太過於強烈 但事實上 沾下去我發現它很清爽 而且非常的適合吃這種 油脂多的 剩下最後一個辣醬 辣醬這個比較像是豆瓣你知道嗎 它這個辣醬也非常的解膩耶 我發現他們三個醬料都很解膩耶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品品的話 我認為衛生最好吃的一個沾醬啊 下一個我最期待的就是 干貝 水產優的干貝一直都是我最期待的 你知道嗎 最最最 其他肉品吃不完沒關係 但是干貝我一定要吃完 干貝超讚 之前它送過來就是生食級的干貝 真滴好吃 如果你不會去做處理的話 可以找雪兔我可以幫忙 真的是就差啤酒了 還有生菜 OK 這個壓下去有點微軟 壓下去不要說太硬就可以了 干貝 先吃原味 我感覺我一口咬下一片大海 那個鮮味 選擇干貝不是錯 我認為所有的肉品 最好的一個調味料是什麼 鹽巴 你有一個好的鹽巴 或者是昆布鹽好了 都會很適合搭配所有肉品 品質越好的肉 最純粹的鹽巴 就能提出它的鮮味 可惜雪兔家沒有那麼厲害的鹽巴 在這邊也講一下 一定沒有工商 不好意思 這一部影片很純粹 就是中秋節到了 我想吃烤肉 我也好想要分享這些肉給我的夥伴們喔 但是疫情不允許 對不起 等疫情減緩了一些 我一定邀你們 下次一定 我們來烤一下骰子鳥跟櫻桃鴨 吃個三串 我真心認為 一個人吃 真的會有點爆 水產油上面寫說幾人份 你最好就是帶超過一個人吧 如果你可能真的胃口比較大一點的話 買一串吐司 絕對吃得飽 好咧 然後旁邊的鴨呢 給它翻面一下 為何會跟大家講說退冰要做好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如果你沒有退冰很好的話 你在用烤盤烤的時候 會一直出水 抓好你要吃的時間點 提早個幾個小時 把它拿出來常溫退冰 骰子鳥我們來試看看吧 我發現它的肉的品質其實不差 可是我烤得太爛了 我怎麼會烤這麼廢啊 我之前是有在乾杯呆過的耶 好囉 這些鴨應該可以囉 可以囉 可以囉 在這段期間呢 我們 放幾個 花椰菜下去烤一下好了 第一口先吃原味 為什麼會這麼嫩啊 為什麼會這麼嫩啊 認識水產油真的是三生有氣 如果要說我在做YT這一段時間 感謝的廠商前三名一定有水產油 絕對 請問花椰菜到底是可以難吃到哪裡去啊 啊花椰菜就是水煮花椰菜 一定要配在其他那種多油脂的肉後面再去煮花椰菜 你就可以吸附到美味油脂的肉品 就如同你當初在吃什麼銀絲捲一樣 前面的人點了雞排 你就可以吃到雞排口味的銀絲捲 花椰菜一染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肉片部分了 剛剛吃太多的干貝了啦 我現在肚子有點微飽了 如果是吃牛的話 千萬不要把它煎到全熟喔 至少把它煎到有點微微的粉色 如果各位對於肉的品質很有把握 就可以再吃更深一點 這個是牛肉牛五花肉片 搭配泡菜已經超好吃 不要覺得雪兔很浮誇 自己點了吃過了就會知道了 好吃的中秋烤肉 如果想要吃關於水產油的任何產品的話 雪兔會把網址放在下方 我應該找阿神羽毛老皮他們一起來吃才對 最近小光有喜事啊 恭喜小光啊 還是下次我就帶這種烤肉組去台南找你啊 你覺得如何 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小兔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那期望呢各位有一個美好的中秋節 如果任何問題記得在下方留言跟雪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我就準備把剩下的食材給吃光了啦 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 掰掰